好,我們這次第3課講到關於末日的 從聖經看末日 為什麼我特別講到從聖經呢? 因為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講末日 只是講小聖經 但不是用很多聖經的 我也想大家有心理準備 這次是會看很多經文的 我們今天很主要講到關於千里連國道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會講一講在這個世代 我們有什麼留意 在敵基督開始出現 或者這個世界末日有的大災難 有什麼情況我們留意到 預備好營建這個日子 預備好我們的心 不會到時失控 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首先當然耶穌所講的 那些飢荒、地震、瘟疫、擾亂、戰爭 這些都是我們知道世界末日的先兆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就是馬太24章所講到這些末日的先兆 另外就是聖經裡面有講到一些先兆 是敵基督的出現 或者是沒有大災難的開始 第一 有沒有人和很多人堅定盟約呢? 教皇是其中現在 他是和很多宗教和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都有做這件事的 又是在大約書第九章有講到 和很多國家堅定盟約 但是除了之外 還有沒有哪一個 是和很多人堅定政治的盟約 或者是將來有宗教的盟約 又是在大約書第九章二十七至一齊讀 一齊之內 他必予許多人堅定盟約 這個是不是講到末日呢? 這個有可能 因為這個經文不清楚 但有可能 因為耶穌其實是講到這個經文的 因為耶穌講到這個經文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留意這個行為壞可憎的 那就是這個大約書第九章的 好了 還有沒有很多邪術、邪靈和撒旦教的禁止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 在末後的日子 是有很多邪靈的工作 啟示錄十八章 十八章二至一齊讀 巴比倫大成,成了鬼魔的住處 和各樣污衛之靈的巢月 哇 很多邪靈就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都要留意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有沒有這些地方 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世界都有很多邪靈的工作 但是呢 看過日子是會更多的 還有有沒有宗教的大邪淫 即是說 用宗教的名義 或者甚至是用 跟耶穌有關的名義 但是呢 又跟所有宗教都覺得OK的 那這個是不合乎聖經的 啟示錄十八章三節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 大露的酒 傾倒了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即是引致全世界的君王 都有這樣的邪淫 我們一起到一身經歷 有沒有一個國際的控制中心 正經又講到一個控制列國的 啟示錄十七章十八節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 就是管轄地上縱亡的大聖 那暫時是沒有這個出現的 即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管轄全世界的 管轄縱亡 你覺得很重要 還有耶路撒冷有沒有重建聖殿呢 啟示錄十一章二節 指是殿外的軟子要留給 留下不用糧 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四十二個頁 到底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即是有很大可能 是講到聖誠的耶路撒冷的 但這個踐踏是怎樣呢 因為它是講到聖誠 所以也都很大可能 是跟聖誠有關的 但我們都有看過 因為這個到底基督出現 是不是單是可能在耶路撒冷 因為可能也都在教會出現 我們不知道但我們要開放我們的心 還有有沒有手和額上授印記的進展 即是在啟示錄十三章十七節一起讀 除了那授印記有了授明或有授明數目的 都不得做買賣 就是說一定要有這個授的印記 或者有這個授明的數目 就才可以做買賣 即是說將來有錢都不可以做買賣 在末後的日子 基督會控制所有人 一定要拜祂 否則就會殺死 所以在那個時候 基督徒能夠做的就是逃走 但是神也可以有方法去保護我們 這都是一些我們去留意會不會發生的事 我之前第一課都講得很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 關於末日的就是 到底基督徒被提的是什麼時候 是災難前因為災難後 有些人是災難中 災難前災難中 都是在耶穌回來之前 我們第一課如果沒有來 就看回末日 就是在YouTube上找葉末日 然後葉牧師 其實它的名字是長的 不過你就這樣說末日 然後葉牧師 就會看到我第一課 聖經是很清楚的 是說到 萬國都要哀哭的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好像閃電從東到西 耶穌回來 萬國都要哀哭 還有全世界的人 不信的都要哀哭 然後神就將屬民 由全地這樣招聚 也有說到 兩個人娶一個 撇下一個 所以很多人用這個經文 就說到被提 但是這個經文是說到 當然耶穌回來就是萬國都要哀哭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好的時候 忽然間耶穌回來 忽然間這個災難來到 很多人就會不準備好 所以 神給我的呼召 就是 興起更多人服侍主 這是什麼時候都要的 隨時都是傳福音 地四年充滿 更新人的生命 並且幫助教會更新復興 我自己的事奉目的都是 能夠幫助一個一個教會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預備好 將來大災難的時候 因為有來到反教的時候 有很多人離開真道 就是你會 有一天發現 那些在教堂那些都收印記 並且還叫人收印記 反而發Whatsapp 喂 去那裡收印記 就是這樣的時候 哇 那個人 我熟悉的 他回到教堂很多年 那些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要知道 這件事是 你會很震驚的 就是很多人又震驚 又很害怕 因為不知道誰會出賣自己 那我都說 這個最重要就是 知道 當然最重要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得救 還有知道我們是跟從神 走神的路 遵從神的 親近神的 侍奉神的 這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說到預備將來 就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我們要 如果是活到活後的日子的人 是會遇到這個大災難的 就是聖經是很清楚的 並且在《貼少人家》前書 四章十六節那裡開始 也都說到是耶穌降臨 他兩個降臨的字 中文都叫降臨 但是原文就是一個 就是Perousia 就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或者耶穌出現的 第二個字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死人就要復活 然後我們一起被提在 空中以主相遇 所以說到被提的經文 都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而那些人支持 我只看回文件 他們支持災難前被提 他都說 基督徒沒有理由受就座 沒有理由會經歷這麽大的痛苦 但就憑這件事 但他就不會被提到 不由那些清楚的經文 說到被提的經文那裡看 他就由其他經文那裡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可惜就是 很多人就沒有用心去查 《聖經》 到底在《聖經》這麽說法 而另一個主題 我們這次我們講到 就講到關於千零年國度 千零年國度 就是在啟示律二十章所說的 就講到 撒旦被捆綁一千年 這樣就 不能夠迷惑些人 但在那些千年尾之下 撒旦就釋放出來 然後很多人就好像海邊的沙那麽多 就圍著基督徒的營和無愛的城 就要攻擊他們 然後耶穌由火 我從天上降下來懲罰他們 說到這個就是一個背後的情況 如果有千多年過 如果真是的 即是說耶穌回來之後 還有一個千多年過 還有一次反叛 如果有 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改變形象 我們會看到 我們已經改變形象了 我們已經是不死了 就是由必死的變成不死的 由必撈壞的變成不撈壞的 所以那時候也不要緊 你要經歷那些又不死得的 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一直持續下去 去到新天新地 那又是非常好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要研究呢 因為我們要明白聖經 明白啟示錄 你才能夠更加清楚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今堂就會講到千多年過 到底聖經是否支持這件事 我就看得到 聖經是不支持的 但是我也會說 災難後被提 耶穌回來的時候被提 我是100%肯定的 但是對於有沒有千年過 我是說我99.9%肯定是沒有千年過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經文是有些地方我們不太肯定 我會告訴大家什麼地方不肯定 但是其實不肯定之中 都是很大可能性 就是講到 這只是一個 講到世代基督徒作王的意思 我們稍後會詳細看的 首先 適經有一個很重要 千萬不要將我的結界 我覺得是有的 或者我看了明明有些千年過 即是有千年過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一個 其實那裡講到是靈魂的 那些復活 那些靈魂復活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就不要定義 一定是在地上發生的一個國度 即是一個國度在地上發生的 而是我們去看聖經話是什麼 即什麼時候都是的 看什麼經文都是聖經話什麼 那我自己由我信主之後 沒多久 我就開始很多方面研究聖經 那時候還沒做牧師 我第一研究就是研究聖經預言 有一次我買了一本聖經手冊 它裡面有講到關於 在舊約預言耶穌在新約裡面 說回什麼應言 那我就慢慢自己看 是沒有人叫我看的 我自己慢慢研究 那然後呢 我後來就 就是有 就是初期都是用一本聖經類編 那就是每一個詞 它就會列出不同的經文 但是只要列少許而已 接著就要去查的 那我就查了 就抄到很多 有了電腦 就很不同 當然快很多 我周時有一篇廣道 是預備很多 找很多這些 就是用主題式去找 不同的詞去找 那去找聖經講什麼 即有人講一種道理 我又找一下看看聖經有沒有這麼說 那麼希望大家都用這個心 還有有心去學習 第二有時候 有些人將自己慾望 或者自己的神學觀念 放入聖經裡面 我們不是要放入聖經 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出 还有一个圣经学的原则 是用清楚的经文解释 不清楚的经文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圣经有些是不太清楚 或者它讲不完 没有讲完 譬如关于实际上 审判的程序是如何 圣经是没有讲完 它有普遍的讲 但实际上那个次序 每一个细节是如何 圣经是没有讲完 但是我们就有些经文 是清晰讲的 我们就由那些经文去清晰去解释 譬如启示 有些经文是讲完那个角是什么 那个头是什么 我们就由那些经文去解释其他经文 譬如很简单 我们讲到救恩的经文 当然很清楚 讲到遵从神是很清楚 这些经文是真的很肯定的 而有些经文 譬如关于天使 那些经文 很多时候不是讲得那么详细 我们就用那些清楚的经文 解释不清楚的经文 这个是一个识经学的很重要原因 原则就不要用一个不清楚的经文 接着就有一个神学放进去 好了 如果真的有千年国度 是不难相信的 我不是说我不信的 因为有我很容易相信 不过问题就是 它是不是根据圣经 而千年国度这个观念 主要是建基于什么呢 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是跟在十九章之后 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稍后就会给大家看 其实启示录说了七次耶稣回来的 所以他 看表达的方式 他不是在他之后的 好了 启示录七次讲到末日 启示录不是用顺时间的次序 而是用七个角度看末期的 第一次讲到就是第六印 我们一起读一下 大家这些可以 你可以写下一个经纸 或者你这样拍照就可以了 或者你不写都可以的 你总之给个email 我就传给你就可以了 我都会 讲完下一堂 我就会传 email出来 所有在那个名单上的 你都会收到的 一起读一下 有经文就一起读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无暴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而与无花果树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来而 好象书卷被卷起来 山领海岛都被来而离开本位 在这个经文讲到 那些星神就跌落地下了 然后天就来而 好象书卷被卷起来 就是说你看到太阳原来的声音 整个天好像石卷起了 就是直接走了 突然间不再是我们见惯那些太阳月亮星星了 突然间是另一个穷仓了 这样的时候很明显 这个已经不是现在这个世代了 还有山领海岛 就是这个地上的地 要么就在山 有平地的 在山上 要么就在海岛 都走光了 都走光了 所以这里的经文所说的 我们看到的都是说到末日的时候的 就是 不会说那天又有点灑 然后那些人还可以活在世上 还有一千年 就是一段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 他已经说了这个一千年 就是说了耶稣回来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呢 同一个经文就是 接着 接着讲到有什么事发生 一起读一下 地上的冠王神载 将冠父母 葬事 我一切围牢的自主力 都藏在山渡和岩石月里 向山王岩石雪 倒在我们身上化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坐保障者的面目 坐保障者的面目 高阳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 到尿岁 能站得住呢 这里讲到所有人哦 地上所有冠王神载 所有围牢的自主的 都躲起来 不过他们那些山 那些山洞都走的了 就是 他想躲起来 但是躲不了的 他就想躲避 做保障者的 就是天父 和高阳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 就是愤怒的大日 就是一个 全世界都要面对愤怒的大日 就是一个 审判的日子 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 审判的日子 是全世界都面对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 末日了 好了 接着第七号 启示录十章六节 一起读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 发声的时候 实力奥秘就成全了 接着呢 跳去十一章十五节的 都是讲到七号的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 我众圣徒 范经威理名的人 连大大小得 上次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好了 这个经文呢 因为中间有些隔开的 但是十章六节已经讲了 是第七号的 他就说呢 神的奥秘成全了 他说不再有时日了 而不再有时日是用 Chronos 英文有Chronological 这个字都是由那里出的 就是时间就是时间 但是因为有些人翻译 就不是讲时间的 因为有些人他就说 他不想说这个是末后 但是这个是讲到 不再有时间了 还有呢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全部都成全了 那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就是这个世界上 已经变为了属于神了 整个世界属于神了 而外邦会发怒犯罪 而神的奋怒也都临在 这要讲到两件事发生了 首先是审判死人 接着两类人 有哪两类人呢 伯仁众先知众圣徒 和敬畏你的人 年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 即是由大到小 个个都得赏赐了 已经得赏赐了 接着你敗坏 那些是敗坏世界之人 的时有也就到了 即是那些敗坏世界 就是说他犯罪敗坏世界 所以讲到 就是跟从神的 得赏赐 敗坏这个世界 在罪中的 他就得到敗坏 很明显就是一个 是末日的时候 是一个审判的时候 然后就第三次 就是人只用快廉刀收过了 启示六十四章十三节一起读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失了自己的努府 造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 头上戴着金官面 手里拿着快廉刀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廉刀 连刀涌在地上 地上的庄家就被收获了 因为有跳经文才是十四章十六节 又跟着十九节 天善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吊了神愤怒的大酒瓦中 那酒瓦踩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瓦里流出来 高度马的雀环 远有六百里面 这个说到是神的愤怒的大酒瓦 即是说这个又是一个审判 惩罚的一个图画来的 就将这个廉刀 人子在云中 他又拿着廉刀 天使又拿着廉刀 将它涌到地上 这个是神的愤怒的审判 这个也是很明显 已经有一个很细性的一个惩罚来的 一个审判的时候 由第四次就是第六碗 邪灵和天下纵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启示六十六章十二节一起读下 第六位天使法管 倒在白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吸马虫入出之地 所来的纵黄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蔚的灵 好象青蛙从龙口、瘦口 并假仙之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私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纵黄那女 叫他们在神传能 这的大日聚集争战 第十六节 那三个鬼魔 便便叫纵黄 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 哈米吉多顿 这些鬼魔的灵 他会令到那些黄 那些鬼魔的灵 他会令到普天下纵黄 叫他们在传能大日聚集争战 这些邪灵他做什么呢 就是他会令到那些黄去打仗 他用什么方法令他打仗呢 很大可能就是邪灵 临在他身上 那些黄又临在他身上 那些黄临在他身上 好像完全没有人性 这样去打这场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所以这也是一个末后的日子 亦到普天下纵黄 在第十四节 说到普天下纵黄 接着就说到十黄 忽然间十个黄同时得权兵 然后他又跟羔羊争战 很直接 这个就很清楚地说到羔羊争战 但这个都未到十九章 启示到十七章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黄 他们还会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 同德权兵与皇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兵给那兽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云 与万皇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照被损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这里说的是十黄 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德权兵与皇一样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变 之前十三章说到有两个兽 一个兽就好像受了刀伤 好像死了 但谁知他又活过来 接着那些人就全地很披齐 接着就拜他 有另一个兽就出现 另一个兽就为这个兽 弄了一个像 那个像又会说话 他也有行神迹的能力 就叫很多人拜他 并且是受印记 如果要受印记才可以做买卖 很多人都跟从 而这十七章说到是十个王 这个兽是十国 有十个国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可以是一个系统 即是一个权力的系统 同时有十个王 他们同时得到力量 这个什么系统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末后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种政治的权势 这个很明显是政治的 那里买卖的就是经济的 这个就是政治的 忽然间十个王一起政变 就是好像大家听过911 911是突然间 他两架飞机撞到 但其实有第三架飞机 飞向Penagon的五角大厦 美国的军事中心 但是那个机师就不肯合作 飞机就未去到五角大厦 就撞到地下 其实很多人觉得 就是机师不肯合作 结果飞机就撞到地下 就没有撞到五角大厦 因为后果更加严重 因为那里就是国家的领袖 在那里的军事的领袖 这些政变是当时不是成功的 但是也造成很大的破坏 就是有很大班人一起计划 这个十王也是同时 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是突然间有这个政变 我们都留意新闻 我们应该留意新闻 但又不要随便说谁应验 但我们又留意有什么发生的时候 动你的耳朵 看看是否真是末日的先兆 他们就同心合意 将这个权柄给那个兽 他们就与高王、高阳争战过 这很明显是与高阳直接争战的 高阳就必胜过他们 所以这又是明显耶稣回来的 耶稣胜过他们 而与耶稣一起打仗是什么呢 就是蒙照被损有忠心的 亦都会得胜 得胜就是说已经过了 耶稣回来了 我们才能得胜 就是说到这个全面性的得胜 因为当时敌基督是有权备 42个月 他会打赢很多的人 甚至杀死很多基督徒 但我们又不用怕 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有奇妙计划 然后就启示录十九章 即是第六次 地上的纵王和军兵与主争战 假仙之和兽被冥在火門里面 启示录十九章 我们经常知道一起读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 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曾志 按刀按着公义 有十三节 他穿着此了血的衣服 他明称为神之道 就是十五节 有利见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核管他们 并要踩全能神烈鹿的走杂 有十六节 继续了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 说 曼王之王 曼主之主 十九节 我看见那秀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和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争战 那秀被擒纳 那在秀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受秀恩基 和拜秀将的之人的假仙之 亚羽兽同被擒纳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荣在烧着柳王的火回来 那这里也很明显 就是耶稣亲自出手的 那就是耶稣自己在马上 这个很明显耶稣 几次他的名字 都是给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是真实的 是审判 他审判 争战都是按着公义的 他又是神之道 他又是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有利劍在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烈国 他并且能够用铁杖核盆 传地 又是踩全能神烈鹿的走炸 在17章中说的意思 这个走炸即是神的愤怒 然后19章就是看见那个 寿和地上的军王 和众军都聚集 这个地上的军王 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军王 和众军都聚集 要和这个骑白马的 和他的军兵争战 这个寿就被擒纳 假先知 都与兽同被擒纳 然后两个就与下楼盆火 这个经文也有说到 就是凡有遗劳的 自主的 还有所有人都被这个鸟 他有说到这个鸟 我们没有打出这个经文 都是被这个鸟所吃的 就是说全部的人 都已经是被打赢的 然后呢 第七次就是启少二十章 其实大家回家这本圣经 你就可以把这七次写一 因为里面有不同的次数 所以 你可以这样写 末日一 末日二 末日三 末日四 又写到七 然后增展有一 二三四 即是启少之前有三次 已经说了 一会儿我们会看的 然后这里就是启少二十章 那我们这次就会看 这个启少二十章 但是 给大家看到 就是之前已经说了 末日六次的 并且它里面讲的内容 一会儿我们会看 也是重复讲的 让大家看一看 简单看一看 这里讲到有七样东西 是之前已经说了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七样东西 第一 第一 捆绑撒旦 第二 基督徒作和 第三 撒旦被释放 第四 列国与基督徒争战 神得识 第五 魔鬼被威在火狐里 第六 天地都过去 第七 赏赐信从者和惩罚 审判不信从者 就是有七样东西 是之前已经说了 那你一会儿看的时候 他经文是有说到这七样东西的 启事律二十章 第一就是捆绑撒旦 这个就说捆绑一千年 然后就是基督徒作和 不是 基督徒作和 我们一起 和他一起作和 然后就是撒旦 被释放出来了 然后就是列国 然后就和基督徒争战 最后是神得性的 还有魔鬼被威在火狐里 还有天地都走了 还有第七 就是赏赐和惩罚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将 启事律二十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支持 启事律二十章 不是一个千年国度 就是 因为圣经有说到 我们将来 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就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忽然间一撒时习晚之间 我们就都要改变 我们必死的就会变为不死 必扭坏的变为不扭坏 这个意思 这个经文也都在 《贴受人家》前书四章 那里就没有说到改变 就是说到死人要复活 然后跟着我们就被提了 都是说到 《波罗多斯》前书十五章 是说到死人复活 跟着我们就改变形象 所以我们改变形象才被提的 那已经改变形象 就是变为不死的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为不死的 已经变成好像天使那样了 变为不死的时候 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 那些人攻击我们已经没有作用了 就是我们不会死的 那你都枪不入 入了又不死的 那你其实争战变成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稍后我们会给你看到 有很多样的原因 为什么不支持有千年年华 但是最重要 我都不是要 因为千年年华 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就是 为了解释 启示录 让我们大家看启示录的时候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药士 或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弹 把他捆绑一千年 轻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好了 这里我们先解释 然后再看下去 就看见天使 由天降下手里拿着 这个无底坑的鑰匙 和一条大链 就捉住这个龙 古蛇 就是魔鬼 又撒弹 将他捆绑一千年 那他捉魔鬼 需要多少个天使 一千个 一个天使 就是不需要一对天使 就是看到 原来耶稣神 根本性的魔鬼 就是容易得不得了 一出手 派一个兵去 就搞定了 所以我们 根本不需要怕魔鬼 因为耶稣所说 我赐给你权 被他掺踏 石龙蝶子 又胜过 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会有什么能害你们 我们根本完全得性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难 赶邪灵 因为他不听话 因为他心里有破口 如果他听话 他亲近神 根本赶邪灵 是不难的事 所以 由这个经文我们知道 我们不用怕邪灵 我们是得性的 好了 将他捆绑一千年 问题是 这个捆绑是什么 我会讲的 这个捆绑 耶稣也有说 如果不是 你捆住这个 这个葬事 你不能进去抢脱他的家 所以 是有说到的 圣经也有说到 耶稣也有说到 他捆绑了撒旦 第3节 冰在毛底坑里 将毛底坑关闭 就是撒旦 有些人说 他仍然有做工 但是这个对比 他后来释放 是很明显不同的 之前 现在魔鬼的作为 是有限度 但是到末期 是不同的 然后等他不得迷惑列国 等到千年完之后 就必须暂时释放 在那时候 是一个短暂的时候释放 接着第4节 这里来说 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的确有迷惑 不过他又有限度 所以我讲 经文是有困难的地方 如果解释 真是耶稣回来之后 都有一千年的角度 也是有困难的 那些人已经打赢了 那哪里有人出来打呢 我们已经改变形象 怎样跟有人 跟我们打得呢 这些都是 已经被提在空中 提到天上 怎会有 地上会再有打呢 所以这些都不支持 会真是能够有这个 末后的打这个仗 是有困难的 两方面都有困难 但是看上来 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释到的 那我来说 我都说过 就是说 我不是坚持这件事 不过我觉得很大可能 是没有这件角度的 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座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并持得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授与授杖 又没有在颜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復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復活 毗亦的死人还没有復活 即等那一千年完了 这里讲的 就有几个宝座 又不是个个有宝座 座在上面 就有审判的权并致给他们 那又看见有几种人 第一种是什么 吸耶稣作见证的 第二种 就是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 这个第一组和第二组没有分别 第一组未必有被斩 可能没有殉道 但是第二群是有殉道的 还有没有拜过授与授杖 没有在颜上授 或者手上受过他印记 这里很明显讲到 是没有授过的 授过是没有粉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受 这个组合说是没有受过 如果你受过就不在那里了 有人说会不会受了印记 后悔行不行呢 求主赦免行不行呢 在圣语里面就没有说到有这个机会 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就不要 不如我受了印记 由我悔鬼吧 第三群和第二群同不同呢 没有受过印记 没有拜过 是不是一定被斩呢 又未必过 所以是三群人 就是他未必过 因为有些他没有拜 但他走掉了 有些基徒是可以走掉了 就是神可以给他预备到老 所以第三群 总之就是没有受过这个印记 但是这三群应该是overlap的 那其实呢 之前那些应该全部都没有拜过受的 是吧 都应该没有 都全部都是没有受过这个受印记的 跟着他去复活 他说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等到那一千年元了 一起读吧 为主作见证 和为神的道备斩的灵魂复活 可能指他们在天上活着 头一次的复活就是在天上活着 第二次复活是肉身复活 伤道者作王是子彭如是德性的 彭如死了并非失败了 意思就是说 那些被斩者的灵魂 与基督一同作王 和他复活 作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课所书二章五节 我们已经和他一起坐在天上 一起复活了 一起作王了 而那些死了的灵魂 他就在天上作王 我们在地上活着形象 在地上都是作王的 这个是讲天上的情景 启示录二十章 是讲到天上的灵魂 其他之前都是讲地上的 第二十章是很明显 讲到天上的灵魂 天上的寶座的 第六节 在头一次复活 有奋的 有福了 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会有权备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原料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歌格和马国 叫他们聚集争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这里就讲到第一次复活有份尿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 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 没有份的 没有权兵的 他们会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还和基督一起作和一千年 到底这个是为什么 我等一下再看看 然后撒旦释放了 然后迷惑列国 他们就聚集 好似海沙那么多了 第二 九节 他们上来骗满了全地 一起说 圍住圣徒的刑 与无爱的城 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 而魔鬼就被丢在流亡的火灰里 就是瘦和贾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就夜受痛苦 直到为了年月 唯有幻念一个白色的拜宝座 与座座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这里说到那些人 就来聚集 圍住圣徒的刑 和无爱的城 然后就有火由天降下来消灭他们 而魔鬼又被丢在流亡火灰里 就是瘦和仙之所在的地方 这里也都是 到底是不是说 之前瘦和仙之丢下来 现在都轮到魔鬼 或者其实一起呢 这些经文我都是告诉你 我不能够绝对肯定 不过我只是告诉你 圣经里面 我们看全面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情况 然后就看到白色的大宝座 天地都逃避了 这里说到逃避了 刚刚我们再说过 启示录重复了 在20章重复了 我们再读一读 1. 捆绑撒旦 2. 基督徒作王 3. 撒旦被释放 4. 列国与基督徒 和基督徒争战 神得性 5. 魔鬼被轨在火火里 6. 天地都过去 7. 赏识信从者和懲罰 审判不信从者 好了 那我俗样说 俗样说 之前有发生的 《捆绑撒旦》 一起读 《马太12章18》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6. 鬼者就是神的觉 6. 临到里门了 6.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 6. 抢奪他的家具 6.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6. 才可以抢奪他的家财 6. 意思是说 6. 耶稣能够逛鬼 6. 和我们能够逛鬼 6. 因为已经绑住了魔鬼 7. 所以才能够做 7. 魔鬼是已经被捆绑 7. 它不是自由的 7. 基督徒作王 8.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节 9.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9. 使他从死里复活 9.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9.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9. 有拿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9. 不但是今世的、年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9. 这里讲到就是 9. 神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 9. 前面讲到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 9. 就是他在基督身上的能力 9. 叫他从死里复活 9. 由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9. 坐在神的右边是为什么呢 9. 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所有的权力 9. 权力,他都胜过了 9. 由以福所书二章五字是讲我们的 9.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9.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9.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 9.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 9. 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在在天上 9. 所以我们都是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9. 如果一起坐在天上 9. 便是胜过所有权柄 9. 所以这个作王 9. 我们都跟耶稣一起作 9. 现在我们都有这个权柄 9. 我们有一切天上地下的权柄 9. 当然不是我们说想要哪一样 9. 但是神会给我们 9. 例如有些人他真的有这个心做大的事 9. 神就供应他的需要 9. 他就有很多经济 9. 但他本身未必是有钱 9. 例如我自己,我小的家是很穷 9. 时时很穷 9. 有一次我还记得 9. 在冬天,我是没有冬天的衣服 9. 我又要出去 9. 家里有很多问题 9. 本来买了的,但会没有的 9. 结果我在冬天那天 9. 我穿着我们的校服 9. 是热天校服 9. 我就出去外面 9. 同学在那里笑我 9. 有一个同学 9. 你在冬天还穿着校服呢? 9. 因为当时我没有第二套衣服 9.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长大 9. 但是神会供应我 9. 如果我靠自己 9. 无可能可以有这么多教育 9. 神是可以兴起人的 9. 当你有这个心 9. 天上地下 9. 都是我们一起说 9. 我们跟从神 9. 天上地下 9. 所有的 9. 所有都属于我们 9. 都属于我们 9. 我们坐在神的右边 9. 跟祂一起作王 9. 这个经文我想说 9. 以法所书第五节 9. 是讲过去识的 9.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9. 当我们死在罪恶的时候 9. 当我们死在罪恶的时候 9. 它就raised us up together 9. 和 Christ 9. 将我们 9. 活过来 9. 然后就 9. 给我们复活 9. 然后一起 9. 一起坐在天上 9. 撒但被释放 9. 也是有讲到的 9. 启示录二十章 之前有讲的 9. 启示录九章 1. 一起同 9. 第五位天使摧毫 9. 我就看见一个星 9. 从天落在地上 9. 有毛底坑的弱石至及他 9. 它开了毛底坑 9.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露 9. 保障大火炉的烟 9. 日透和天空都因这烟 9. 分暗了 9. 有黄虫从烟中出来 9. 飞到地上 11. 有毛底坑的事者 9. 迴向各地 nói 9. 就是贪多迪不思慰 9. 的意思就是 講到 9. 避坏者 9. 寄坏者 9. 的意思就是 9. 行트 你说到 9. rie尼塞 8. 为恒 9. 无故 9. 运強 9. 报道 5. 犯火 6. 行段 真是開完一次又再開一次呢 由列國與基督和基督徒爭戰三次 在啟哲二十章之前 計上啟哲二十章就是四次 哈米吉多頓 我們剛才剛讀過 我們不再讀了 就講到那些靈 進到那些縱皇那裡 迷惑他們 聚集爭戰 那個地方就叫做哈米吉多頓 這個就是在加利利的地方 以色列的北離的地方 然後這個獸和十王 我們剛才讀過了 啟哲六七章十二節 就已經有十王一齊爭戰 就把十個王權定給這個獸 他們從羔羊爭戰 羔羊就打贏他們 就是他們面對神 面對耶穌 就是耶穌已經親自面對面 攻擊他們 所以這個已經講到 是打贏了那些列國的 跟著第三 就是基督擊殺列國的將軍和人民 琴拿他們的琴拿這個獸 啟示六十九章十一節 我們這次都讀過了 就是講到他穿著淺了血的衣服 名稱為神的道 又稱為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他擊殺列國 和踩全能者 全能神的列路的走閘 這個也是審判的意思 所以三次打仗 從這裏就講到全世界的人都有份 就是講到這個打仗 我們一起讀 才沒有讀這個經文 十九章十七節一起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 向天空所飛的鳥 大聲喊就說 你們聚集來父神的大元席 可以是君王與將軍的獄 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獄 並一切自主的 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獄 我看見那修和地上的軍王 並掏民的眾軍都聚集 要與騎白馬的並掏民的軍兵爭 這個講到就是牽涉所有人 所有軍王、將軍、壯士、騎馬 馬和騎馬的獄 以及一切自主為奴 以及大小人民的獄都吃到 即是包括所有人 他們從基督爭治 因為他們不信神的時候 從基督爭治 神是審判他們所有人的 然後接著就是 第十九章二十節 這個經文繼續讀 那獸被擒拿 那在獸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 賈仙之 也與獸同被擒拿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櫻在 燒著硫磺的火狐裡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 口中粗流的劍殺了 非要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這個講到 獸被擒拿 賈仙之也都擒拿 然後其餘的 其餘的 其餘的 即是任何其餘的 都被騎白馬者 口中出來的劍殺了 所以這裏都是講到 審判所有的人 在這個戰爭裏面 停一停 好了 接著第五點 在基督律二十章所講的 魔鬼被櫻在火狐裡 基督律十九章二十節 就講到 賈仙之和獸同被擒拿 兩個會被櫻在燒著的硫磺火狐裡 到底 其實 啟哲二十章的解釋 即是有兩樣重要的 就是 第一次的復活 即是我們不是講到 與主一起活 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如果 啟哲二十章所講的 是 基督徒在神裡面活著 我們其實這個身份 我們是跟神一起掌和權 這件事是現在發生的 即是已經發生了 那時候 啟哲二十章 就是講 現在這個 即是這個 一千年就是講 生虐的時代 如果 頭一次復活 是指 我們將來 被提的時候復活 即復活之後 即是說 耶穌回來之後 還有一次魔鬼打仗 大家拿不到這件事 即是 聖經就是這個復活 到底是哪一個復活 如果是 我們現在 就復活 即是現在我們和耶穌 因為聖經又講到 我們和他一起活著 一起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這樣的時候 這個一千年就是講到 現在這一千年 我們和耶穌一起 作主作王 但如果說到 將來復活 復活之後 再跟著那些發生 那就是 即是真的有千里連國 另外就是這個 丟在火壺裏面 十九章就講 假仙之龍獸 二十章就講 魔鬼 到底 是不是分開兩次呢 或是 即一次就丟 丟兩個先 然後下一次就丟第三個 還是 其實丟兩個丟在一起呢 如果是 真的分開兩次呢 那就即是有兩次 所以我自己都說 我不是絕對肯定 不過我們知道聖經講什麼 即是知道裡面有講過什麼 那我們就自己小心了 即是知道那個情況 最重要就是 我們對於啟示錄 整卷啟示錄能夠熟悉 而知道有可能什麼解釋 即是知道它裡面 有什麼可能解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 到了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什麼事發生了 其實我都講的 啟示錄 是不是 即是真是 是不是將來有一個天理言角度 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耶穌回來 我已經覺得夠好 已經 好了 天地要過去 第六印那裡 講到天地要過去 我們就先讀過經文 啟示錄 六章十三節那裡 天地羅兒 好像書卷被捲起來 山領海都都被羅兒離開本位 那你 羅兒一次又再羅兒第二次 即是 即是因為第二十章我講到 天地都逃避 即是逃避一次 然後又回來 又逃避第二次 即是 是怎樣的呢 這些 即是我們其實 有些事情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放在腦裡面 再看再看 再明白 那但是呢 那我都說 啟示錄 不用經常看的 你反而看其他書卷 啟示錄 讓你知道可能發生的事 你照樣跟著 聖經中看看 即是你不用專注在啟示錄 你又讀很多次 你看完啟示錄 你又再讀過 這樣 即是就不用整天都看啟示錄 但是 到下個禮拜之前 我就鼓勵你重看啟示錄 因為為什麼 我下個禮拜會將啟示錄 主要的部分 重複講一次 即是一直這樣 go through 由第七碗 也都是講到 天地都過去的 啟示錄 16章20節 各海島都逃避了 眾山又不見了 即是這個也都講到 天地走了 由上次信從的人 審判和懲罰 不信從的 和信和不信的同時見神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六印的時候 啟示錄 六章15節 我們已經討過了 我們講到 所有人 就躲在山洞 就說 山倒在人身上 我們要躲避 這個寶作者 和羔羊的憤怒 即是他們各著一齐面對 那些不信 一起面對 所以這裏 讓我們看到 原來他們已經有審判 已經有審判 那審判 是為什麼有些再出歷來呢 審判之後 他躲避神的憤怒 他已經要面對神的憤怒 不能再出來 第七號也說到 牧人眾先知 眾聖徒凡敬畏理明 而大大小 個個都賞絕了 然後敗壞世的人也都被敗壞了 快年刀也說到一個懲罰 就是所有人 神要踩 就是他用了踩 踩葡萄 我就沒有見過踩葡萄 我就見過大陸那些踩那些 做醬油 他就有很多東西放進去 一個池 我沒有見過踩 不過他沒有見過一個池 就是他們就是 找個踩的 所以你吃的時候你聞一下 看看有沒有香 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 聞不到 可能有傷害 好了 這裡說到就是 這些人全部都要受了神 這個憤怒的懲罰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先說過那七樣東西 全部都有發生過的 由其他的經文 不支持有千多年的 我們有不同的 我們一起看第一樣東西 馬太十三章歸天國不同的比喻 每天都是一次過有賞賜信蟲和懲罰不信蟲 一起的 馬太十三章三十節一起讀 當收過的時候 先把幣子 撐出來 菌成菌 留著燒 唯有墨子要收在倉裡 即是這個墨子和幣子的比喻 他就將它撐 就是撐出來 這樣就將它撐出來 就是墨子和幣子一起分開的 馬太十三章四十九節 世紀的末日也要這樣 天使要出來 從二人中把墨人分別出來 雕在火爐裡 再那裡必要開戶此時 就是將二人和惡人分開 即是說真 末日的經文 都是他們兩個一起面對神的 還有其他經文 先是說馬太十三章 現在是說馬太二十四章 一起讀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個善僕 這樣行 那僕人就有福了 五十一節 重重地處置他這個惡僕 令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 再那裡必要挪屈此 就是兩班人善僕惡僕 一起面對神的 馬太二十五章一到十三 就是愚絕的同女 和聰明的同女同時見到主的 然後呢 二十四到十三節 就是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的僕人 都一起見主的 有忠心和懶度的 馬太二十五章最後那裡 就說到綿羊山羊那裡 這裏就是綿羊山羊 亦都是一起面對的 我們不讀這個經文 就說到綿羊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然後這些人 四十六節一起讀 這些人要往永營旅去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旅去 就將他們兩班人分開了 啟示錄 十一章十八節 這個我們讀過 這個就是第七人 第七號 第七號就是 就是審判那些敬畏神的人 和那些敗壞這個世界的人 那我現在是第三點 第三點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點去說出 不支持有詩尼連國的 所有不在生命賊上的人都敗仇 都是極黨神的 在啟示錄二十章之前 已經戰勝和審判他們 即是耶穌已經審判他們了 他們又如何可以 在主耶穌回來之後 再與聖徒爭戰呢 啟示錄十三章八節 凡住在地上 明治從創世以來 會有記在地 薩之高揚 生命賊上的人都要拜他 就是全部沒有在生命賊 就都拜祂 都拜祂就跟從祂 所以這裏 這個圖在這裏 有兩種人 生命賊有名的 一種 第二種就是拜祂的人 耶穌跟祂爭 和祂受審 有這個爭戰 接著耶穌回來就有審判 那哪裏還有人攻打聖徒 即是已經全部罰了 審了 還有什麼人 為何還可以生存他 Scoffield就說 那些幫以色列的國家 譬如美國 那些總統很多個都幫的 那美國人是人都好 全部可以入得千年國 那些敵黨 以色列各個 全部不能入 除非他們信耶穌 那這個聖詞也沒有說 那些人 可以有一類人 耶穌回來了 都不用受罰 還可以繼續住在千年國 那是 在我解釋的發生什麼事 是很有困難的 然後第四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一起讀一下 被提示變成不死 在千年年怎能被攻擊呢 怎能被攻擊 貼前四章十六節 我想將這兩個經文放在一起 因為它裏面都說到 基督女死了的人才復活 所以是同一個事件來的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就是基督女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十七節 以後我們只能活著 完全留下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在魂女 提到魂女在空中遇主相遇 所以 首先有基督女死的人復活 接著我們跟她一起 就被提在空中遇主相遇 其實已經被提在空中 已經跟那些分開了 然後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就說到他們變成不那位 一起讀一下 因浩童要響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那位的 我們也要改變 就是必那位的 總要變成不那位的 就是必死的 總要變成不死的 接著五十四節 死被吞滅 得性吞滅的 還就應而 即是沒有再死了 死被吞滅了 那兩段經文都說到 死人要復活先的 死人復活 還有我們就改變了 所以兩個經文合起來 就是什麼呢 次序是什麼呢 浩童響 然後 跟著 死了基督復活 我們就改變形象 他們又改變形象 復活之後改變形象 跟著又被提在空中 與之相遇 跟著死被吞滅 沒有再沒有死了 如果再沒有死 怎樣打仗 都不用打仗 都不能死 所以 沒有可能 再有一個機會 會被攻擊 這些是困難 所以我只是說 用清楚的經文 這是清楚的經文 清楚的經文說出發生什麼事 啟示論二十章 那個內容是 即是 他沒有清晰說出這個復活什麼復活 所以那個內容我們不肯定 為何他說他不是清楚的經文 就是他沒有肯定到這個復活什麼復活 只是通常人就說 他在十九章之後 但我就說 多少次說耶穌回來 每次都說了 十九章以後 不是代表一定是之後的 因為之前說耶穌回來 之後也有說回 又說回現在世上的事 被提的時候變成不死 千年不肯定攻擊 就好像天使那樣 天使怎樣攻擊 是不可以再攻擊的 第五 一起讀 基督已經與教會有分裂 已經有親密的關係 千禧而終 怎能再攻擊教會 因為在啟示童十九章已經說到有婚言 我們跟基督聯合 跟他們聯合 很親密 夫妻當然不是有性的關係 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基督經常跟我們一起 其實在《貼少人家》前書四章 我們就要永遠跟主同一齊 被提之後永遠在一起 有婚言 一齊一齊 怎能再攻擊我們呢 所以這個給我們看到 應該不是有攻擊的 即是不可以再有攻擊 第六 就是啟示童二十章之前 都說到不再有時日和成了 不再有時日 啟示童十章六節 不再有時日了 就是用Kronos這個詞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 神這奧秘就成全了 即是全奧秘成全了 然後啟示童十一章十五節 就是講到七號 世上的國成了我 主同主基督的國 全世界都變成了基督的國 怎會還有人再打仗呢 他要作王直到永明願願 啟示童十六章十七節 倒七碗的時候 就是成了 即是已經成全了 如果啟示童二十章 不是十九章之後 即不是有千奈年國 那啟示童怎樣解釋呢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末期 即是看這個時期 這個新約時代 第一 千奈年就可以代表新約時代 就不是說 譬如耶穌回來 之前一千年開始計 只是指到新約時期 耶穌再誓聖過魔鬼 可能就是捆綁魔鬼一千年 即是他已經聖過魔鬼了 然後第三 一起讀 為主作見證和為神的道被斬的靈魂復活 可能指他們在天上活著 頭一次的復活就是在天上活著 第二次復活是肉身復活 殉老者作狼是 指他們是得性的 他們死了並非失敗了 意思就是那些被斬者的靈魂 與基督一同作狼 以及復活 作狼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以復所書二章五節 我們已經和他一起坐在天上 一起復活 一起作狼 而那些死了的靈魂 他就在天上作狼 我們在地上活著營養 在地上都是作狼的 這是講天上的情景 啟示範二十章 是講到天上的靈魂 之前那些是講地上的 但二十章是很明顯講到天上的靈魂 天上的寶助 第四 撒旦釋放 就是之前有講的 啟示範九章一節 就開了無底黑的鑰匙 接著就是撒旦釋放 所以是重複的 第五 一千年之後的戰爭 就是主於回來之前的戰爭 耶穌回來之前的打仗 當然是講了三次 那一次再講出來 這也是我講的結論 其實是否真的有千年 不是最重要 反而是我們明白聖經 能夠分析聖經 也不要隨便別人說什麼就信什麼 就是你自己去看聖經 很可惜很多人對於這樣查經 就沒什麼興趣 在網上我看的那些影片 絕大部份 全部都是講很多神神怪怪的東西 他們講很多東西 但是很少去查 到底聖經是講什麼呢 我希望大家對聖經有興趣 有心 我們是明白聖經 我們不是聽一些fancy的東西 一些新奇的東西 而是我們能夠真的明白 末後的日子是怎樣 也都最緊一樣 就是預備好營業耶穌 預備營業耶穌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現在要裝備好 傳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現在去復興教會 因為太多教會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識不同教會的人 你發覺很多是分遂的 他跟神的關係很疏遠 他不知道怎樣親近的神 怎樣得力 如果他現在不懂得力 他將來受迫伯 真的更加難得力 因為當時你連食和飲品都會有問題 在那時候 他祈禱他就覺得 我們先找了食物 祈禱他就覺得太遠了 跟神的關係太遠了 所以經歷聖靈其實是很大的幫助 讓我們經歷到神的同在 就算你無法吃 你也有神的同在 你也有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傳揚 我們不要說我經歷了 我就算了 而是我們去復興他們 更新他們 被預備好 真是傳福音 因為到底這個大災難 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可以隨時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現在的災難都很多 什麼時候開始 是這個 聖經講這個是災難的起頭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 敵基督就開始掌權 忽然間那些國家的政權 忽然間轉移 我們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 一發生的時候 敵基督就已經出現了 起初可能就見到一些跡象 就是有一個人物 他引致很多國家 跟他都很有關係之類的 然後他忽然間 他就有這個宗教的地位 因為人以為他死了 但是他就復活 他好像復活 就不是復活的 然後忽然間 很被人體重 而忽然間有政變的時候 已經是很遲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 全世界的那些系統 已經不同了現在 到那時候你才裝備 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鼓勵大家 還有神給我這個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 就是我們要裝備好 我們要現在去服侍 譬如我們每個星期 一、四、五時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上班 但是有些人來到 我們今天都有分開 六、七隊人在服侍著人 這是給我們操練 因為我們自己服侍慣 我們有不同的地方去宣教 去幫人 我們看到人的靈命 我們就可以幫他 祈禱更新他的生命 你一旦你做到 你做得到 你就可以教導了 因為如果只是牧師出 也太少了 要更多人出動 更多人出動 去不同的地方 復興教會 我去過很多地方 他們都經歷過聖靈 他們知道的 不過經歷過後 又沒有了下文 很多就是 你再請那個舞蹈家來 你又再經歷 沒有請就沒有了 他們不懂得保持 很多經歷過後 就停留在這裏 我去到他們 不覺得新奇 他們知道 不過他們不懂得怎樣用 怎樣保持 怎樣有聖靈充滿 所以我們是需要去 四處去存仰 我希望大家來到這裏 不只是想 經歷一下 醫治一下 安慰一下 覺得舒服一點 而是我們真的走在神的路 這是神給我的心 也都是希望神給你的心 我們要走出來 沒有走出來的話 我們就領受了 是埋藏在地裏 就幫助我們 不要覺得不行 有時候我會請一些人分享 就告訴你 他們都可以 他們都可以 你們都可以 那你說我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他們夠膽 但是你做一下就可以了 你做一下 你自然慢慢就會做得到 其實我們中間有些人 好像阿元 他本身讀書很少 我看過我們服侍者 我直覺而已 可能像潔珍那些 他都是很家庭主婦型的 他應該不是讀很多書的人 但他都是每次來都服侍的 這些都是給我們看到 不需要學者型的 不需要讀個大學 不需要讀很多書的 總之你的心願意神就用得你的 你跟旁邊說 你願意神就用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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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預備好我們自己 我們興起人 我是很覺得 我們看到保羅的事物 他一定是有全人福音 一定是有全福音 建立靈命 我們一定是有聖靈的充滿 帶著能力 我們也一樣 我們要用土告救神 給我們這個土告的火 因為土告才能夠這個靈力 但有這個靈力就要走 不可以這個靈力 就每天都享受 你每天都享受 你每天都 譬如每天都 也都是我有這個心 很想怎樣去推廣這個事工 我希望大家都為這個禱告 怎樣可以 我不用要傳容我們的機構 不用傳容我們的名字 我們只是傳容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預備營建主 我們要預備好自己 裝備好自己 傳入福音 建立靈命 去更新教會 改變教會 有好的見證 能夠讓人看到神的作為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求主給我們一個火焰的靈 求主更新我們 主耶穌求你私隱憐憐的這個世代 我們知道這個世代 我們是有可能會面對面 見到耶穌回來的 我們有可能會見到敵基督的出現 我們會可能見到這個巴比倫大城 他是控制整個世界 核制全個世界的 我們會可能見到 受這些敵基督的勢力出來 我們會可能見到 真是很多人被邪力充滿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爭戰 甚至是我們沒有買賣的權 主耶穌求你憐憐我們 叫我們珍惜我們有一切 珍惜神的恩怨 叫我們站穩也都預備好 就算有災難我們都不怕 就算要殉動我們都不怕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雖然死了 但是我們永遠活著 神要求你賜給我們火焰的靈 讓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宣告 靠著耶穌我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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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耶穌我可以更生人的靈命 靠著耶穌我可以傳人福音 靠著耶穌我可以傳人福音 靠著耶穌我可以復興教會 靠著耶穌我可以去宣教 靠著耶穌我可以使用 神啊我要給你使用 神啊我要給你使用 我不要浪費了我的命 我不要浪費了我的命 哈利路亞 凡不得性的就給魔鬼聖誡 求主要幫助我們是得性的 靠著耶穌叫我們成為德性的 不是被魔鬼壓制的 感謝耶穌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求你的火在我們燃燒 一齊呼求主神 你的火在我們身裏燃燒 讓我們心裏可燃 心裏熱切為神的道 大發熱心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快樂